那個怪獸大學的大門 好可愛 好強喔 好強喔 這是怪獸大學的 啦啦 這是起來的啦啦隊嗎 對 因為在裡面 大學生他們美國都是有很多 那個啦啦隊還有那個管樂隊 這樣子 另外請來的喔 對啊…從外面來 配合這個主題 所以其實他們有帶來一些 隱藏影片 我們也看 很酷 各位兄弟 Busma Kappa 我是R 這次我們有很多的新角色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裡面 新角色的團隊 就是剛剛認得起他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覺得我可以告訴大家 Mike Wazowski 有什麼特別的 好可愛 然後這一次他們就是 勵志希望能夠成為金翔專員 好可怕 然後他們組成一個團隊 要參加一個比賽 時間要工作 恐怖 恐怖 孩子在洗澡 所以這邊Travis是可以幫我們示範 聽說這個角色 你是必須去模擬他是不是 對 因為我剛剛講過 所以動畫師就真的像是演員 平常我們在製作之前的時候 要先了解這個角色 做很多的功課 在做之前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要 有的時候會把那個 一個攝影機先對著自己 然後我就要照著這個 電影裡面的內容 然後自己要先演出來 然後像我剛剛 為什麼 是研究一些 這些肌肉表情嗎還是 這個是因為牽扯到 因為你要賦予一個角色 生命的時候最重要 並不是只是讓他動起來 而要讓他覺得他跟我們一樣 有思考的能力 所以你一開始先做的功課 就是你要去研讀這個角色的 心理是什麼 那如果我只是照著台詞 就直接去做的時候 做出來感覺會沒有辦法很生動 那像這個電影裡頭 我印象有很深 是在做一個部分的時候是 這個角色 有的時候我們人在有一個想法的時候 我們會有其他 身體其他的地方會先動起來 然後才進入你想要講的話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人天生的一個反應 比如說我想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現在原本是安靜 但是我會開始覺得 有了 然後我才開始講台詞 那如果我今天 不是用這樣表演方法 我就等於是在那邊等著導演Cue我 然後接下來 該講台詞了 然後我就開始說 啊 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時候 你的角色就會讓人家覺得 他沒有更強的生命力不夠支 搶飯碗 如果年輕人都想進那個皮克斯的話 有沒有什麼建議 其實我當初進去的時候 就是丟了幾次那個作品戒 都沒有中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還滿傷心的 可是你就是不要放棄 真的不要放棄 然後你就一直丟… 開玩笑的 總共有機會 總共有機會 所以你就會一直丟… 一直丟 謝謝兩位給我們這麼寶貴的硬件 真的 一定要留電話 真的 好 接下來第二位這個台灣之光 他做的工作 可以說在台灣是絕無盡有 而且他的作品得到世界冠軍過 一起歡迎這位 世界改造摩托車冠軍小葉 郭婷 小葉 好加倍這麼大 是… 葉維婷 2013世界手工改造摩托車大賽 原廠改裝項目冠軍得主 目前在台灣經營手工改裝車店 有一年半的時間 在重機改裝圈中 可是頂尖的大人物喔 大家好 真厲害 你看看 世界改造摩托車冠軍喔 所以有這個比賽嗎 對啊 其實是有的 只是不是這個業界的人 可能完全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這哪裡比的 這一次是在德國 之前都是在美國 可以看一下冠軍的作品嗎 對… 冠軍的作品 現在還在海上飄 真的嗎 因為在海運運回來路上 因為上個月才在德國比完 然後這一次我是帶了另外一台車來 好 我們看一下 小葉是不是你改出來的 對 這台是我之前的一個作品 不是 你們男孩子真的 我先告退 不是 我就覺得他黑黑的好酷喔 對啊 改哪裡 介紹一下 台戲管 台戲管 現在從頭到尾 除了引擎跟車架之外 全部都不是原廠的 但是這一台車原本是 原本是哈雷 哈雷的48 然後從頭到尾 基本上看到的東西 細部介紹一下好不好 來 對… 這個孩子請他那個 從前面開始 就是基本上輪框 煞車 頭燈 三條台 把手 把手做所有控制系統 油箱 空濾 鋼頭蓋 排氣管 椅墊 尾殼 全部都是改裝品 要嘛 基本上我可以自己做的東西 我都會自己做 然後像輪框跟煞車這種比較 安全性的東西 我會買國外進口的 我有做一個品牌 然後生產這些零件去販售 現在都有做到外銷了 你當初為什麼想要改車 阿妹好把 結果後來發現沒這回事 沒都看不懂 真的 其實真的是這樣 我們問女生 男生這麼喜歡改車 你們看得懂嗎 覺得很酷嗎 全插 好 可以啦 而且有時候改管很吵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會聽到那個管的聲音很大聲 很吵 那這還是還是不要發動好 發動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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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一下 發一下 有一個小時嗎 滿久沒發了 應該可以 好亮喔 都亮 好帥喔 白癡 白癡 我 不是 為什麼 天啊 天啊 剛才有 對 鳳玉生 你剛剛有被什麼嚇到嗎 他才爆炸 爆炸 太久沒有發動了 我會放一聲 鳳麗包 放一聲結果女生說 那我要吃鳳麗包 你要知道我們剛剛現場 不只是聲音 你突然有一股煙這樣 這樣吹到他們 所以對於下一部動畫 有沒有想法 沒有 很靈感了吧 嚇掉了魂 嚇掉了魂 太久我們都被嚇到 尤其納豆 你有沒有覺得你被擊中 槍支 他那個氣這樣砰過來 頭打又變好捲喔 納豆 又看好了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這台已經夠酷了 但是世界冠軍在照片裡 好帥喔 好帥 你這個話瞇出來 我跟你講一定有女生說 你看 對不對 亞莎 你們這些女孩子 亞莎… 沒有 這個預料中的答案OK的 同一台 不是一樣就在現場嗎 不一樣… 可是為什麼沒有 我知道哪裡不一樣 好像這裡不一樣 就比較矮一點 阿Q 要問什麼阿Q 我想問小葉 你其實這麼厲害改車 你一開始是跟誰學的 你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你以前也是文化日文系嗎 還是 那倒也不是 我是實踐公社研究所 然後我那個時候 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拿到教育部的一個獎學金 到美國的 那時候有一個頭髮直直蒼蒼 這麼棒… 你一定要去 好不好 實踐的學生 有這樣嗎 有碰到嗎 他沒有 他跟我不同系 然後得到這個獎學金去美國 就是進修一年 然後中間就是 在一個非常奇妙的機緣巧合之下 認識了美國這個業界 非常非常頂尖的一家店 然後 我那個時候其實主業是 也不是主業 就是我一直有在當一個塗鴉少年 然後我那時候給他看我塗鴉的作品 然後他就說我們的 想不想轉動畫界啊 不是 他說我們的廠房還滿白的 你要不要來畫一下 然後畫完之後 又過兩個禮拜他就問我說 他們需要平面設計 我問我們要不去上班 然後我就在那一段時間 等於算是一直旁觀偷學他們的 做法跟經營的方式 這從一開始看一看 到世界冠軍中間是多少年 從 其實我玩車 我大學時候就開始玩車了 只是沒有覺得他會變成一個職業 但是看過之後你發現 其實他是一個 可以變成一個經營的方式 有一個經營的模式在那裡的 對啊 就大概也有十幾年 造型機械系的喔 我想問你這樣組一台車大概多少錢 你組過現在一套最貴有多少 我們現在店裡的收費 基本上做最少我大概從40萬起跳 好裝喔 然後像我那個世界冠軍那一台 有人跟我出價出到300萬 這個納豆可不可以上看 這個我的身材是可以 可以啦 可是他不會弄到排氣管嗎 他的腳會貼 可以啊 可以耶 你可以把它轉正 好 專門為你設計的耶 納豆 可是真的耶 不是可以 其實我腳… 可是我腳不可以 我敢跟我腳都可以 腳沒腳看 可以啦